配合2019台中阅读节 无期亲子馆特别融入了海洋元素 邀请到当地知名的海鲜业者 推出了渔画画语主题特展 包含有高龄95岁的素人画家欧菜对阿嬷 他把过去接触海鲜料理的经验 转换成画纸上 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令人惊艳 而现场也特别展出十多年来 业者搜集而来的各种语字不守 并做了详细的说文解字 让不少民众是大开眼界 仔细导览各种语字不守的字体变化 不管是读音还是背后的意涵 全都让民众是大开眼界 这些全都是无期知名的海产业者 花费数十年的时间 将搜集而来的语字不守 做详细的说文解字 呈现在民众的眼前 那一般两字语的话就是练五 那三字语练仙 那四字语练夜 就是比较好记的方式就是 鱼 五 七 夜 那两字语的意思就是说 两字语就是比较大的语 那三字语就很新鲜的意思 那四字语的话就是很多 语很多的意思 备合2019台中阅读节 武器亲子馆融入海洋元素 与在地知名的海鲜业者合作 推出渔画画语主题特展 除了有渔字不守的说文解字外 也特别请到高龄95岁的素人画家 欧菜队阿嬷 将过去接触海鲜料理的经验 转换到画纸上 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 这场内还特别布置一座暗房里头全都是色彩缤纷的海洋生物令人惊艳 另外一旁也展示出各种与海洋有关的书籍 开放现场阅览 官方表示展旗帜即日起到31号为止 也换民众进场来欣赏 建成武汉台中仓报导